什么意思要承计你啊 林内娅现在是我的秘书 请你对我的秘书尊重点 欧总 一会儿我送他回去 不劳您废心 我是他的老板 他现在在工作 你们两个放开我 欧总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没什么 我带我的新秘书 我过来熟悉熟悉 这位是我的秘书 林美娅 这位是策划部主管刘晓红 你好 刘主管 我是林美娅 刘 叫我晓琳就行 新来得有点紧张啊 那要不这样你先忙 我们先走了 好 我说你还能不能行 能不能一人出去啊 咱能不丢人吗 是你跟我说他跟陈哲有什么的 是你跟我说他跟陈哲有什么的 我看他们俩可能真的有什么 你看人家长得又高又有能力 我一闭上眼睛我都能想到 他跟陈哲在一起的样子 就算他们真有什么 在这种时候你更应该稳住了 再说还不一定呢 小点事 就一个刘晓红你就紧张成这样了 那接下来还有那么多人呢 怎么办啊 你赶紧给我调动啊 方态 加油 稳住 稳住 走 这是我们营销部的主管王梅 你好 我是林美娅 你好 这是我们采购部主管张晴 你好 我是林美娅 你好 这是我们财务部主管李倩 你好 我是林美娅 你好 凭借你女人的第六感 你觉得会是哪个 你觉得我有第六感吗 我要有第六感 我看你来这儿调查什么 我们现在去哪儿 欧总好 说好了案中调查的 你带回来销售部干吗呀 这两种矛盾吗 再说了所有的部门我们都去了 干吗偏偏要跳过销售部呢 不行 不行 我还没有准备好 赢秘书的身份 面对这个部门 来来来来 回来 我跟你说啊 既然你已经决定重新开始了 那你就拿出点魄力来 你内心坦坦荡荡 一没后台 二没色诱 我是因为你的能力 才决定拼你当我秘书的 你干吗非要做出一副 他见不得人的样子呀 相反 见不得人的应该是 那个销售部的陈英哲 你小点声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所有的道理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现在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要么要进行 要么从这儿离开 三 二 一 进 对喽 早着 请 请 欧总 欧总 行 先坐坐下吧 我今天来呢 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下我的新秘书 跟大家晚上换够吧 大家好 我是林美娅 咱们之前见过的 还请各位以后 多多观照 好了 都先忙吧 我带我的秘书 跟你们的经理见一面 是 李秘书 有什么问题吗 李秘书 你作为我的秘书 见了同事不打招呼 这可不太好啊 不过也是 你们俩都这么熟了 也不用我再接受 我今天带李秘书过来呢 就是想让你们 跟你同事的身份 互相认识一下 打今儿起呢 林美亚正式担任 我秘书为止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秘书就好 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 直接闯进我的办公室 特别不好 好 我还要带李秘书 去收一下别的部门 走了 走了 李秘书 什么意思要承转你啊 林美亚现在是我的秘书 请你对我的秘书尊重点 欧总 一会儿我送她回去 不劳您费心 我是她的老板 她现在在工作 你们两个放开我 走 行了 别看了 没什么可看的啊 那我就先走了啊 继续工作 看什么看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你今天这么费劲地 又请我吃饭 又请我吃甜品 你根本就不是想跟我说 陈哲的事 你就是想让我说 让我当你的秘书 当你和李维维的挡箭牌 林美亚 虽然你这人平时挺二吧 但是我觉得 把你留在身边 披个鞋什么呢 还是挺高的 披鞋 你先别激动啊 我跟你说 你当我秘书 是有很多好处的 你看 我给你捋一捋 第一 职业体面 对吧 第二 收入丰厚 第三 你可以留在本事陪你 你爸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方便你调查陈哲 跟你分手的真正原因 附加一条 也是最最最重要的一条 我在你身后 为你提供一切技术支持 对啊 如果你还在乎陈哲 如果你还在乎这二十年的感情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你好好想想 我跟你说 这种事 过来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这种天上掉下饼的好事 这辈子恐怕你都遇不到第二次 合作愉快 你还在乎那边